很多时候那个考验也在门口 危险也在门口 但是我告诉你 神永远不会迟到的 阿们 祂的这个什么赏识 祂的祝福 祂的恩典 祂的能力 永远是刚刚好的 阿们 你要相信一件事情 神是那位赏识者 今天我来的生命 耶稣对彼得说什么 可以借用你的船吗 耶稣说 今天也对你说 可以借用你吗 可以借用你的时间吗 可以借用你的恩赐吗 可以借用你的头脑一下吗 可以借用你的手艺吗 可以借用你的这个 医术吗 思想 所以这种什么 你愿不愿意 虽然会不方便一阵子 但是为了耶稣而做的时候 必然会有赏识 所以我们为主 为福音的缘故 借出遗传 或者是借出这个 或者百上的时候呢 虽然是同样的遗传 虽然在同样的一个湖里面 但是呢 不一样的结果 你看到吗 那一艘船 那一页 整页劳力 没有达到什么 在那个湖里面 然后耶稣在那个时候 因为耶稣借了那艘船 这艘船出去的时候 同样一艘船 同样的一个湖 但是带来的效果 和结局 其实 不一样的 所以 各位姐妹 神的赏赐 我说永远不会迟到 可能今天你来教会之前 你想 我想丢去对神的那种确信 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 我要给你这段主力的经文 记载在这个 希伯来书的第十章 三十章三十六章 我们一起来读 所以你们不可 丢去勇敢的心 什么叫勇敢的心 就是丢去你的确信 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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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讲三次 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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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可丢去你的确信 或者是勇敢的心 因为得自信的人 存这样心的人 必得什么 大 什么 赏赐 所以你们必须忍耐 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 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 所以兄姐妹 不要丢掉你的确信 我告诉你 上帝的赏赐 也不值得你这种阿弥 上帝的手 虽然你觉得 他已经停了 好像没有看到神的周围 不 上帝仍然在周围 我告诉你 很多时候你在睡觉 上帝在走 莫迪卡要被挂在那个岛上 那一个夜晚 王是明 随时王是明 上帝 阿弥 本来是一个咒诅 他将挂在木架上 但是因为神 是为赏赐的 咒诅成为尊荣 阿弥 咒诅成为祝福 我们的主耶稣也是一样 挂在祝福架上 本来是以为是修子 三天后他复活了 阿弥 尊荣的生命出现在 我们的神当中 你所信号的神 他的时间就是这个商场 他的待命 是你一手之后的 人看你将会被宰杀 但是神看你 祂要给你一个君子 今天 我们必须明白一件事情 明白什么呢 很多时候我们 可能要堆掉我们的确信 但是我告诉你 今天你听这篇信息呢 不是土然的 是神要透过牧师来告诉你 不要丢掉我们对神的确信 因为大赏赐即将来临 阿弥 阿弥